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1号,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 我现在是在北京石井山区的一条大街上啊 今天北京又是一个大晴天,而且高温达到了37度啊 这会儿大街上您看看,热的就几乎人很少啊 现在刚10点钟,如果在太阳地底下站着啊 就晒得有点肉皮发疼的那种感觉 现在看着地上都冒火的感觉啊,特别的热 我看这个天气报啊,昨天我看,说是河北啊,山东这个地区都是高温啊 山东济南都在39度多 然后我看天气报说石家庄那一块还有邯郸 最高温度到了41度,真的是太热了啊 北京过两天也有39度的天 但是今天是最高温度37度,您看看热的 戴帽子的,大街上拿扇子的 这是一条步行街,九点就早晨九点就不让走这个汽车了 但是自行车和电动车是可以通行的 您看看,把这人们热的,这个点了就坐在树底下坐着 热的都走不动了,都在树底下歇着呢 真的是实在是太热的 这刚十点呀,这要到了中午一两点最热的时候可怎么办 看看吧,每回这条大街上人都挺多的 但是今天你看看,几乎没有什么人呢 人特别的少 看到吧,这个店里边也都没有人 全都是卖东西的,没有几个买东西的呀 几乎没有买东西的,这店里边 人太热了今天 我都不知道这石家庄还有几的 那边41度,这天怎么过呀 我的天呐,看看吧,这条街上 除了在树底下坐着的 就是在树底下坐着的 热的都走不动了 这条街上每回人挺多的 前边呢,有一个市场 然后每次90点钟全部都是来买菜的 但是这会儿您看看 这一刚也是刚十点 您看,街上 没有几个人了 因为太热了,都不敢出来了 还有前边 那边还有一个儿童玩的地方 也都没人 每回人都挺多的 你看这边,热的 这个外卖小哥们 都在地上,都在树底下坐着呢 这有太阳地儿的地儿啊 几乎就没人 看看吧,热的全都在地上坐着 树底下坐着 实在是太热了 这会儿的体感温度都已经到了三十一二度了 那这要是到了中午最热的时候 可怎么办呢 热的我估计都没人了 这还有树烟链呢 如果到了这个 市中心 王府井大街上 还有天安门广场上 一个树烟链都没有 那不得热的冒汗吗 是吧 我觉得都得 一会儿就得中暑啊 幸亏这个步行街上 还有树烟链 还有前门大街上 也稍微有点树烟链 这天如果去王府井啊 或者是这个 天安门广场啊 都得 真的就得热晕 实在太热了 看这点 都已经有打伞的了 还在树烟底下呢 还得打着伞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 看这儿 几乎都没人 你看 这个外面人员 热的都在树底下凉块的 一冻就是一身汗 这会儿地上都感觉 有个鸡蛋 如果放地上都能烤熟 真的是这样 磕个鸡蛋 放到那个太阳地下 我觉得马上就能熟 就是现在已经热到这个程度了 特别特别的热 大家这两天 想要来北京玩的话啊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从现在开始啊 就没有特别凉快的天了 几乎都得在 三十八九度左右了 不会再说 有三十一二度 二十八九度的天气了 大家想要 暑期想要来北京玩啊 六七月份要来北京玩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实在是太热了 防晒衣 防晒霜 一定要准备上啊 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